咕噗 冷哥星球 看到這張照片是不是很想自己都用到這個效果呢? 大家好,我是Rebecca,一個十年拍攝經驗的攝影師 今次我要來教大家如何可以拍出這種清新的日系風格照 難得今天天氣很好,我請了豆豆來做我們的模特兒 示範這一輯照片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要用服飾配搭著手 最好選一些比較簡單的山 避免一些很鮮艷的顏色 例如大紅色、寶藍色 建議的顏色有白色、大地色和淺色的山 這次呢,豆豆就選擇了不同層次的白色、淺色配搭 簡單得來呢,又不會太掛 第二就是簡單背景 容易去特點的主題 我們選擇拍攝場地的時候 最好離開人群 例如這樣 那我們可以怎樣解決呢? 例如可以高炒一點點,拿到天空 又或者直接轉到一些背景 完全乾淨、沒有人的地方 這樣看來是不是舒服很多呢? 好,第三點就是 通常我們拍攝場的時候 都不知道要放些什麼姿勢 其實日系上可以不用太多很大動作的姿勢 例如像插腰、身腳等 那些通通都不用的 最重要就是自然 沒有姿勢 沒有姿勢 凍在這裡 其實就已經是最好的姿勢 例如 側面這樣站著 深呼吸一下 望一下天、望一下地、望一下遠方 其實拍出來已經很漂亮了 第四就是適合運用道具 例如花、草、甚至自己的手、頭髮 都是一個很好的道具 我自己的話 就最喜歡叫Model 可以用來遮眼、遮嘴、頭頂 效果都不錯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 大家學會了嗎? 下一集我會教大家甜色 如何由這個效果吞到這個效果 記得留意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和Follow我的IG 裡面會有更多我的攝影作品 下次見 拜拜 哦 哦 Zither Harp